我把那个之前在python里面的某个专案应该还用一项吧 最少我们是输入年龄 那我输入一个年龄之后他给我一个结果 18岁 18岁的青年没错 然后但是如果说我今天30岁的话还是青年 如果说比如说我输入60岁就撞了 OK 那如果说希望把现在input的部分 那把它改在哪里呢 改在我们的web上面网站上面 也就类似像这样我第一个执行它 然后呢我一样输入一个什么 这个多一个URLs 然后这URLs背后一定要有Views去控制 Views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Function去控制就是我 第一个要获取到User端给我的一个什么 一个参数 那么replace后面也许你多一个什么 H的一个变数 然后他接收到 但是过来的话一定跟input一样 是一个字串 那你要转型 转型完之后呢 比如说假设我快一样30岁 Enter的话呢 你要出现什么 你输入的年龄 这个地方要能够怎么样 先把他输入的年龄秀到这边来 并且呢要把后面这个讯息呢 动态的去丢这个结果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怎么做啦 基本上也许慢慢你也可以理理就是整理出一套标准化流程嘛 反正不外乎第一个如果这里面没有图 也没有CS的样式的话 那基本上就跟我们这样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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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样 第一个所以你其实将来如果不会的话你就参考Hello 2 做就是 的那个模式嘛 所以第一个的话也许好我们要增加这个的话 那第一个我需要还是一样 那一请你先在哪边呢 我这边直接来看 先在views里面 views里面的话呢 我必须要在Hello4的下面 再多增加一个什么 多增加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名称呢也许我叫h 那h后面的话当然一定要有个request这个固定 所以也许你可以拿那个什么 拿这个来参考 Hello2 那一定要带一个一个后面带一个参数 不过这个参数的话呢 之前是带他的名字 现在的话是带他的年纪 他几岁 所以我把它改个名称吧 也叫h in 那h in 带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必须要什么 一定记得 因为他带过来的东西一样 也是一样是个次串 所以url带过来会是一个次串 就是可能输入19 他会前后又帮你加这个了 那怎么办 你要把它转型 那你比如说加一个那个in 那个int 或者是说你再加一个eValue 那把19转型过来就变19 然后让他去判断 那判断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呢 就多一个变数了叫hr 之前我们是直接print的 之前我们写的 是直接在这边就把它print出去嘛 有没有print出去 那不过这里的话 因为我将来要串接 因为我后面还除了说有这个东西之外 那我还有前面需要有一个叙述嘛 你输入的年龄四几岁 后面的话呢 把这个青年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我就把这个先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这个变数的话呢 我是把它叫做hr好了 这个hr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他到底是成年未成年 先把它丢到hr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有hr 就是他到底是哪 就是他是未成年还是其他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再把这个结果丢到一个h.html里面去秀 这个h.html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一定还是要产生一个什么h 这个在哪边呢 在我们templates里面会有一个h.html 那如果开的话 记得就不要点两下 点两下他会用瀏覽去开 那我们用什么 用那个按右键 用那个test edit好了 OK 把它开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里面丢两个东西 h.html就是我刚刚的那个 我刚刚输出的东西 我可以丢到这边来 另外的话 h.html的话 就是他输入年纪 将来显示出来 看到结果就 如果你将来这边 在底下再加一张图 比如说如果他未成年 你就会秀一个baby的照片 如果青年的话 你就秀一个可能相对是 比较强壮的一个猛男的照片 或者是壮年的话 可能就秀一个大叔的照片 那老年人的话 也许你就会找一张 可能相对年纪比较老的 不过这边因为没有判断性别 所以如果你如果 假如要变化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 再多一个条件 就是他的年纪 到底他年纪是几岁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多一个这个edge的写法 然后把之前的部分稍微再改